当我把眼角膜捐给眼下的女友后 她不但不感激 还说我是个穷鬼窝囊废 要和我分手 而我的右眼意外的没有瞎 反而觉醒透视之眼 利用右眼混得风生水起 我现在是直播公司的老总 旗下美女无数 甚至柳大小姐都跑来当我的小主播 然而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我被卷入几个大势力间 名为房品利益的漩涡中 面对开开口就能得到的巨额财富 我选择 不忘初心 此时制作房品的金家小姐 受不了她失控的母亲 似乎准备曝光这一切 金玉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 父亲在的时候 他最疼我 一直以来都对我非常好 尤其是在家里的大大小小方面 都基本上是让着我来做 只可惜 他死了后 我就彻底无了说话的权利 家里的任何事情 都是母亲做主的 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 陈松的眼神 一下子就阴沉下来 跟着微微说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母亲 也应该会迁就你才对吧 我的丈夫在的时候 本来是他能有主见 将家族生意一点点拿回来的 只可惜 遭遇了暗杀 也不知道是不是跟家族的 生意竞争对手有关系 话说 你们金家也是风水挺不好的 听说你大姐也死了 听到这里 金玉微微点了点头 没错 我大姐也是因为 生病而死的 说实话 我家族是有很多厄运存在的 虽然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总之这两年来说 都非常倒霉 你想阻止你母亲 但是现在 你母亲已经是无法阻拦了 这点你应该要想清楚才行 我不管 反正这次事情 我就算是曝光 也要讲这些事情 让全天下的人知道 我不能让父亲留下来的财富 就这样被算计着 这些质保跟他是毫无关系的 由此可以看出来 他应该不是冲着这些事情而去的 陈松深深吸了口气 旋即便说道 如果真的 要弄成现在这样的话 那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家族的命运 如果你觉得可以接受的话 那就尽管去曝光出来 我知道了 金玉的回答非常果断 看来陈松也是劝不住他了 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 微微说道 哎呀 那我也得找后路了 不然的话 就会影响到整个公司的运作 谢谢你能能体谅陈先生 我现在就去公布曝光出来 放心吧 你放心吧 我绝对不会牵扯到你下水的 说完 金玉就转身朝着大门口离开了 而陈松这边 也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 没办法 苏语莫立即紧张起来 说道 陈松 这样的话 那我们公司多少都会受到影响的 陈松微微点了点头 深深吸了口气 说道 这个我知道 但是他已经是铁了心 要把这些事情曝光出来的话 那也没有办法 现在情况很被动啊 如果一直持续这样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考验得难以收场了 不会的 刚刚他已经说了 不会连累我们的 随着这道声音落下 苏语莫也开始有些担心起来 跟着微微说道 反正这件事情 我们得想尽一切办法 将其保留住 说完 陈松也是微微点了点头 那既然是如此的话 这事情交给你来处理吧 苏语莫点了点头 玄机就立即走了出去忙活 而陈松在办公室这里 却一脸淡然 看着桌面的一幅画 轻笑了一声 哎呀 这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了 金家自己家中闹矛盾 刘老爷被蒙在鼓里 自己又在其中做了手脚 这样看来的话 这件事情很快就落幕 随后的这几天内 金玉并没有将这些消息曝光出去 这让陈松感到有些好奇 苏语莫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 如果金玉曝光出来的话 那自己的公司 就能将损害降至最小化 到了第四天的清晨时分 金家这边传来一个消息 金家的三女儿 金翠发表了一篇文章 已经在各大媒体面前声称 合作就是个骗局 甚至还把各种临摹品曝光出来了 金家现在成为了各大舆论的主角 所以 一时间也是显得人心惶惶 陈松看到这些消息后 首先就是有些惊讶 尤其是没想到 金家的三女儿 竟然也参与其中了 看来整个金家 都似乎在操控着这场闹剧 苏语莫说道 陈松将手机放下来 冷笑一声 金家做出来这种事情 估计很大一部分原因 都是被迫无奈所做的 幸好 这篇文章没有将我们曝光出来 只是写了金家的这些 灵摹品幕后的操作罢了 没等苏语莫说完 办公室外面就传来一阵喧闹 怎么回事 外面这么吵的吗 陈松和苏语莫两人走了出去 只见金美玲一脸愤怒的大喊大骂 看起来有几分激动的样子 陈松深深吸了口气 紧接着说道 这是干嘛 金女士 你大清早的来我这里闹什么 闹什么 你还好意思说 金美玲当即就抬起眉毛 浑身上下都释放出一股杀意 对着陈松就说道 是不是你叫我女儿 让她把这些事情曝光出来的 陈松听了后 当即就笑了声 这件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的女儿本来就是想着 将你所做的事情曝光出来 而且 这些事情对我没有任何的好处 我干嘛要曝光呢 伴随着陈松的声音落下 金美玲的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 她掀起陈松的衣领 眼中略显暴怒 金女士你请别这样 我也不想的 但是你女儿一定要这样做 那我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金美玲听到陈松这道声音后 当即眼神就变得凝重起来 深深呼了口气就说道 我不管 反正这事情跟你一定有关系 陈松 我可是好心给你一条财路 没想到你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情出来 陈松此时也不想跟他将任何的道理 无奈地叹了口气 紧接着微微说道 既然你一定要这样说的话 那我也没有办法 说完 陈松就朝着后面的两个保安 给了一个眼色 这两个保安瞬间就会议 直接走过来将金美玲架起来 立即将她给抛了出去 刹那间 不少人都纷纷朝着这边走了过来 看着金美玲一脸震惊的模样 下意识地微微说道 金女士 如果你坚持这样做的话 那我们只能跟你走法律程序了 听到这些话 金美玲停止了暴怒 但是双眼依然恶狠狠盯着陈松 说道 陈松 如果这件事情因为这样而结束 我一定不会饶了你 说完 他就气冲冲地朝着后面的方向离开了 看着他风风火火地离开 陈松无奈地摇了摇头 对着后面的苏语墨说道 这女人看来还是不愿意相信我 从他现在 这样子来看 估计是在宣泄着心中的不甘 不过话说回来 我不明白 他的女儿 为什么要曝光这些事情 而且 他为什么刚过来 就要找你算账呢 随着这些话音落下 陈松这边的眼神 也缓缓低沉下来 他不想让苏语墨也知道这些事情 所以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 微微说道 谁知道呢 不过看他这样子 估计是认准了这件事情 是我让他女儿曝光这些事情的 听到陈松的话语落下 此刻不少人的眼神 都开始显得有些难堪起来 尤其是后面的那些人 更是显得难以表达出来 怎么会呢 对于这种事情 我觉得 你应该也是收一方 不可能会拿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呀 陈松也是 无奈地摇了摇头 紧接着微微说道 就是啊 我也不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过他这么说 也有自己的道理所在 听到这里 陈松下意识地笑了声 旋即转身对着苏语墨说道 以后他来找事情的话 就直接报警 或者叫保安将他弄出去 苏语墨听了后 有些不解地抬起眉毛 跟着微微说道 难道说合作这样就倒了 陈松本来就没打算跟这娘们合作的 本来就是被逼的 要不是刘老爷的话 可能陈松还是不会加入其中 现在事情既然已经曝光出来了 那陈松自然也不需要说些什么 直接抬起头就说道 我们的合作本来就不太光明 而且现在他出事了 我更加不会跟他有更多的联系 随着陈松这道声音落下 不少人都纷纷感觉到 一阵气场在这里犯起来 陈松的确是对这些事情比较冷淡 只不过他也有自己的判断 苏语墨虽然有些迷惑 但是现在他看来 这些事情多半都跟陈松有一些关系 所以他也只能够无奈地叹了口气 旋即再接着说道 行吧 那既然这些事情都不管了 那以后刘老爷那边也不好交代了 因为这件事情 陈松也早有想好了办法应对过去 那就让刘若南帮忙应付一下 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 后面的刘若南跟着微微说道 如果是应付的话 那恐怕刘若南也弄得有些难堪了 没事 刘老爷就只有这一个孙女 他若是开口的话 就算是金山银山刘老爷也会给予他一切 那这次的事情就这么结束了 苏语墨有些不敢置信地问道 明明前几天的拍卖会还举办得如此顺利 但却没想到 现在居然会变成这样子 想到这里 苏语墨就微微说道 陈松 这件事情 难道你一直都在后面策划着吗 哦 为什么你会这么说 陈松有点好奇 明明自己做的已经是天衣无缝了 但为什么苏语墨还是能看出来呢 苏语墨本来就有些怀疑了 但是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 他也不方便再多说些什么 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 跟着微微说道 我只是反应不过来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太突然了 我总觉得 其中会有一点猫腻在里面 他的感觉不错 只是缺少了一些主观的看法 不过 他能够有现在这样子 也已经是很好了 陈松微微点了点头 紧接着就说道 既然已经成为现在这样子了 那倒不如再好好想想 以后公司发展的思路更好呢 也对 我只不过是觉得有点可惜罢了 说完 苏语墨就无奈地叹了口气 转身就朝着后面的方向离开了 而陈松这边倒是很淡然 缓缓回到办公室里面 此刻的柯丽莎也在办公室中出现 脸色不满欣喜的笑意 看来那金玉是真的说到做到的 居然真的将这些事情都曝光出去了 陈松轻笑了一声 无奈地摇了摇头 跟着说道 说实话 其实这些事情对于我来说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的确是如此 在陈松看来 其余的这些事情 都基本上是他都能看出来了 柯丽莎能看出来 也不算是奇怪的事情 这次将对方搞乱来 估计以后 金家再不会有这种生意了 听到这里 陈松却抬起眉毛 笑道 你为什么觉得 不会有这种生意了 还有吗 不会吧 现在到处新闻报道 都几乎将一切的事情曝光出去了 现估计没人会找他们 买这些真品了 陈松轻轻笑了一声 正所谓风云变幻莫测 谁知道这些人在背后 又在搞什么小动作 正当这个时候 突然正不后走了进来 一脸 兴奋地对着陈松说道 陈松 有好东西 终于有好东西了 随着这道声音落下 陈松眯起双眼 下意识问道 怎么了 这次又是有什么大生意要去谈吗 不是大生意 是九龙城的海港码头开放了 陈松愣了下 有些不解的抬起眉毛说道 开放就开放了呗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哎呀 你不懂吗 九龙城码头开放了 那就有很多宝物 会流入九龙城 这段时间 很多人都前往九龙城了 我们也不能太晚啊 听到这里 克丽莎也跟着说道 的确是如此 九龙城现在的情况 也是非常多变的 听说最近是开了那个码头 所以很多宝物都流入了九龙城 陈松摸了摸下巴 眼神一下子就呆滞下来 跟着微微说道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 倒不如之后再去看看 哦 什么意思啊 郑伯后问道 你想想 如果真的有这么多宝物 流入进来的话 我想 应该第一批去的 并不是我们剑宝师 而是那些追求古物的 狂热爱好者 你是说林公子 陈松微微点了点头 紧接着说道 没错 如果这些狂热追求者 都过去九龙城的话 那估计就能去一趟 关键是 我们去了大马 柯丽莎问道 见识见识也好吧 虽然以我们的实力 无法去拿到什么好处 但是能见识一下 也是不错的 柯丽莎这边 对着郑伯后说道 那不如现在 就过去吧 我也想去看看 到底是有什么好东西 陈松微微点了点头 对 现在云海城的商圈 已经是动荡不安了 所以我们也应该 出外去学习一下 这样方便我们 提升自己的眼力 三人商量过后 决定偷偷前往 毕竟公司这里 有很多事物要处理 总不能以这个为借口 就溜走 还是得把苏宇墨留在这里 随后 陈松就跟着郑伯后 以及柯丽莎 朝着九龙城的方向前往 九龙城现在是处于 开放状态 而且听闻 还有很多商圈活动 正在进行 而陈松这些去观摩的话 倒是极少数 这些事情 毕竟只有健保师 才会有这种心情去看 而健保师 毕竟是少数群体 所以来欣赏的人并不多 这些车辆 全部都是豪车跑车 估计都是想去 九龙城那边谈生意的了 正伯后 一边开车一边问道 陈松 这次我们要不要 也禁手一两件好东西 这样 对我们的直播效果 也会有不少提升啊 陈松听了后 深深吸了口气 旋即便说道 的确是有不少提升 但是主要还是看 能不能简陋一两件 若是以真品的价格 买回来的话 我们可没有这种 多余的闲钱 柯丽莎深深吸了口气 紧接着说道 师傅 不如这次让我也来看看 我想自己的技术 也提升了不少 陈松耸了耸肩头 嘴角泛起一丝笑意 跟着微微说道 只要你能看出来就好 我这边也能帮你提一下 行了行了 你们两个别老是想着 那些古物鉴赏的事情 我们这次是去商圈 寻求一些生意的 可不是给你们到处 看来看去的 陈松本来这次就是来看看 到底能有什么宝物 被送过来 没有什么想要做生意的想法 而后 陈松就朝着后面的方向 看了过去 似乎在这个时候 他发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 这是 随着陈松的目光 朝着车窗外看出去 旁边的柯丽莎和郑伯后 也跟着看了出去 我靠 好巨大的佛像啊 但是 为什么就剩下一个头呢 此时连入众人眼眸的 是一辆大货车 车厢后装着一个佛像的头部 这个头部是断掉了 看起来应该是谷物 师父 这到底是什么事啊 陈松用右眼扫了一下 紧接着眼眸 连入这个佛像的所有信息 物品 萨罗佛像 头部 年代 不明 特殊属性 诅咒 收藏价值 3000万元RMB 看到这些信息 陈松的眼神立即就呆滞下来 这可是难得一见的 有特殊属性的谷物 只不过这个诅咒一看就知道 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东西看起来好像好邪恶的样子啊 克里莎有些不懈地问道 随着这道声音落下 陈松这边的眼神 也变得缓缓阴沉下来 而正当这个时候 郑伯后却摇着头说道 这东西 我想你们 还是不要太去想太多 听到这里 陈松下意识地问道 哦 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佛像头 我以前就了解过 听说这个佛像很有灵性 不过这种灵性听闻 并不是很好的那种 克里莎有些好奇起来 对着正伯后就问道 你说的这个佛像是这个吗 其实正伯后也没有想到 这个佛像竟然会出现在九龙城这边 这个叫萨罗佛像 但是现在只剩下头部 说起来 这个佛像的来历 倒是挺奇怪的 是在天山寺庙中发现的 只不过传闻发现这个佛像的人说 他进去寺庙 发现遍地尸体 而且死状诡异 这个佛像看着 甚至还流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 令人感到寒战 那这跟着头部有什么关系吗 其实这头部就是直接地断裂下来的 只不过听闻这个头部 自从掉落下来后 但凡是接触到这佛像的人 都会遭遇倒霉的事情 前段时间很有名的东山少爷 偏偏就不信邪 一定要将这个佛像头部买下来 花了重金买下后 却发现家中的生意 一直都开始不断暴跌 不仅仅如此 东山少爷也不知道为什么 身体开始不断变得虚弱无比 仅仅过去了一个星期 他就变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实在是太可怕了 随着这道声音落下 陈松和克里莎两个人 都感觉到有些担心起来 微微说道 这 不会 不会吧 这东西只是传闻而已 不一定是真的对吧 这个就不一定了 反正现在九龙城已经开放了 很多古物都流入九龙城 这种佛像流入九龙城 其实也有其中的一些道理所在 听到这里 陈松的眉毛瞬间紧促起来 紧跟着微微说道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代表 这东西也会出现在市场上 按理说应该是会这样 但这东西实在是太邪门了 所以很少人会注意到 这东西的存在 甚至有些人知道 其中的邪门地方 特地避开这佛像 我倒是想看看 这佛像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什么 倒霉的诅咒 陈松双手交织胸前 气定神闲地说道 通过他的右眼的观察 其实对于他来说 这并非是很难说明的事情 只不过 他偏偏就是个无神论者 他正是想尝试一下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特殊属性 很快 车辆就进入了九龙城的入口处 正不后深深吸了口气 紧接着对陈松问道 陈松 你打算直接去码头 还是找个地方先吃饭 陈松下意识地抬起头 深深吸了口气 就说道 先找个地方吃饭吧 我们都没有吃什么东西 随后 车辆就慢慢停下来 正不后下车 就带着陈松和克力莎 来到九龙城的一家酒楼用餐 平日这酒楼的生意一般般 但是这几天 却显得格外的火爆 因为有很多人都慕名而来 尤其是来参加九龙商会的人 基本上全部人都会过来这里办事情 想到这里 陈松立即对着正不后问道 这次你过来 就是想找人谈谈生意的事情 正不后随便应付了两声 旋即就抬起头 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看见他这样子 旁边的克力莎就问道 你要找什么啊 要不要我来帮你找啊 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 正不后立即就朝着后面的方向看了看 紧接着朝着一个中年男人大喊一声 喂 这边 这个中年男人听到正不后的声音后 缓缓朝着这边走了过来 陈松和克力莎看见有人过来 也跟着站起来 来来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在九龙城的朋友 他叫张全新 正不后也跟着介绍陈松和克力莎 给这位张全新 陈松 这位张全新是九龙城码头的地头蛇 你想知道关于码头的事情 问他就可以了 陈松微微点了点头 紧接着再说道 张兄 你在这里混了多少年了 哎呀 来来回回都已经三十多年了 我从小就在这个码头长大 对这个码头也是情有独钟 只不过前段时间因为封锁了 才会导致没有什么理会 但是现在开放了 那我就必须要好好跟你说一下了 看见对方的热情高涨 陈松下意识地呼了口气 眼神随即就低沉下来 跟着问道 那你能跟我说明一下现在码头的情况吗 随着陈松的这道声音落下 张全新就喝了口茶 说道 现在有不少外来的商人都来到了九龙城这边 尤其是后面过来的那些人 基本上都是冲着九龙城开放后的商机而来的 听到这里 陈松的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 紧跟着微微说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估计九龙城这里 应该还有不少人都是奔着这个而来的对吧 的确如此 只不过在商言商 他们都是做生意的 跟你们不同 哦 是吗 其实我们也是来这里想看看 有什么生意可以做 张全新听后摇了摇头 苦笑道 现在生意可不好做 尤其是九龙城这边的生意 更是难上加难 哦 为什么这么说 难道其中是有什么规矩吗 陈松问道 是有一些小小的规矩 只不过可能是因为 最近九龙城的事情 太多人知道了 所以导致了这些生意 都慢慢陷入了低潮 原来是这样 克里莎微微呼了口气 看了看陈松 紧接着说道 其实我们这次来是想着来这里看看 有什么宝物流入到九龙城里面的 听到这里 陈松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没错 据我们所知 九龙城历来都被人誉为是古城之首 尤其是现在解封后 更加多人都想着来这里见识一下 的确是如此 九龙城有上千年的历史文化 这里面有很多 都把包括一些古物传承下来的文化 其中陈松就是想对这些古物 有多一点的了解 然而 这样做的话 倒是令人感觉到有些奇怪 毕竟 如果这样做的话 很有可能会变得过于做作 陈松也想到这些问题 所以他并没有想到 在九龙城这里大展拳脚 而是跟着慢慢去了解清楚 随后 张全新就立即说道 陈先生 如果你这次想要去九龙城码头的话 我想你应该来早了 哦 来早了 对啊 因为很多装在这古物的货船 都没有回来 柯丽莎听了后 下意识地苦笑了一声 摇了摇头说道 师父 看来是我们来得太急了 陈松耸了耸肩头 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没事 反正公司那边有苏语默一个人在 不会出事的 我们也当作来这里度假几天 好好放松一下 柯丽莎无奈地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 说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恐怕回去的时候 会被苏家骂一顿呢 随后 张全新就把码头的事情 都通通告诉给陈松 得到了这些消息后的陈松 他深深吸了口气 现在对于他来说 最重要的 就是看看码头 还有什么偷偷运在回来的简陋品 对了 今天刚刚到了一个 不是很受欢迎的宝物 哦 什么宝物 就是萨罗佛像的头部 只不过这个头部 被人传言有诅咒的存在 旁边的郑伯侯立即回道 上次已经出过事情了 所以我觉得 倒是真的 不清楚 反正这些说法 民间都有传言 柯丽莎立即说道 这个萨罗佛像 到底蕴含着什么魔力存在呢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有诅咒的存在 但是看现在这种情况 估计也是无风不齐浪了 随后 菜过五味 陈松一行人吃饱喝足后 就离开了酒楼 张全新带着他们 来到九龙城的码头这边 只见码头这边 倒是挺多人在忙活的 尤其是那些搬运货物的工人 更是忙得不可开交 一箱箱的货物 都被抬出来 而在码头的边上 却有着不少摊贩 在卖着各种看似宝物的东西 这些是 哦 你说这些啊 他们都是 这附近的商贩 随便拿了一些东西出来 就说是刚刚运回来的宝物 真是想钱想疯了 不过倒是真的有人会来这里 光顾他们的生意 听到这里 陈松下意识地吸了口气 嘴角泛起一丝笑容 我也是没想到 这里居然还有人摆摊呢 就是啊 这些东西不用看 就知道是假货了 正不后 突然就蹭了一下陈松的肩膀 嘴角泛起笑意说道 说不定这里面有简陋品呢 陈松听了后 倒是一下子就来了兴趣 立即就点了点头说道 有道理 那我倒是想去看看 刚刚说完 他就跟着正不后 一同朝着这些摊贩的位置 走了过去 然而 刚刚走到这些摊贩这边 陈松的眼神 一下子就低沉下来 他是没想到 这些摊贩居然这么明目张胆地 将货物都摆放出来 甚至连一件值钱一点的宝物 都没有 我靠 现在都这么黑的吗 怎么骗人都开始明目张胆 分别就是抢钱吗 陈松摇了摇头说道 看着这海港码头 一大堆的摊贩子 在贩卖这些假品 陈松无奈地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说道 这些摊贩 大多数都是为了利润 而在这些假品上做了手脚 可丽莎轻笑了一声 这不正常吗 这些摊贩 本来就是没有任何的交易保障 的确是如此 但不代表这些东西里面 没有任何的价值 听到这里 郑伯后突然对着陈松说道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倒不如我们也拿一些东西 来这里试试运捡 陈松摇了摇头 无奈地笑了声 我们干嘛要学习这些摊贩呢 这些摊贩本来就没有任何的好处 尤其是 我们现在也是有身份的人了 怎么能在这里做摊贩呢 郑伯后眯起双眼 稍微靠近陈松的耳畔说道 那我们那些货物怎么办 大多数都卖不出的啊 陈松深深吸了口气 眼神低沉下来 跟着薇薇说道 那些东西 后面再慢慢去弄吧 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 就是来这里看看 有什么宝物可以捡漏的 话音落下 陈松眼神一下子 就集中在前方一栋高楼建筑上 这让他显得有些猛逼 眨了眨眼睛问道 为什么海港口会有这样的高楼建筑 旁边的郑伯后看了两眼 下意识地笑道 你说这个啊 这栋高楼的确是比较奇怪 但是这是正常的 因为这栋高楼 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 哦 只能说 这栋高楼 是九龙城的白山组织建成的 听闻这些白山组织 当年是金山脚的土霸王 而这栋高楼 正是白山组织的人员建成的 开始是从一个小作坊做起 没想到今时今日 都已经变成了九龙城的 地标性的建筑 听到这里 陈松顿时就来得兴趣 当即眼神就抬起来 跟着微微说道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可以去看它吗 随着这道声音落下 正不后就显得有些难堪起来 挠着头就说道 这个 我看还是算了吧 白山组织 可是九龙城的地皮组织 我们过去 这不是羊入虎口吗 克里莎说道 对啊 我还听闻这个组织以前 甚至还是有点残暴的 对于任何人来说 这里 是不能进去的地狱 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 陈松的眼神 一下子就阴沉下来 跟着微微说道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就更加要去看看了 哦 为什么 你说是地皮组织 那应该有很多摊贩都是它的人 这些摊贩里面有很多都是 有价值的东西 估计这里面 也会有很多的好东西 为了这样 而去的话 我觉得 还是有价值的 听到这里 郑伯后和克里莎两个人 都开始显得有些担忧起来 眉毛紧促 紧接着说道 我看还是算了吧 这地方也太危险了 陈松深深吸了口气 眼神一下子就认真起来 黯然道貌地说道 没事 正所谓 富贵险中求 这种事情 我们还是可以搏一搏的 说完 陈松就大不留心 朝着这栋高楼建筑走了过去 郑伯后和克里莎 其实满脸地不情愿 旋即便说道 既然是如此的话 那我们也只能过去看看了 陈松二话不说 就直接走了进去 明明这里是关着我们的 他却很果断将门推开 真是没想到 他这一推门 立即就有人过来了 看见这种状况 陈松整个人都愣了一下 挠了挠头就问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着陈松这样子 后面的郑伯后 也是有些猛逼 同样是摇了摇说道 我也不知道 怎么这里是这样的 我还以为是有很多人呢 没想到这一进来 就看见了一张大理石支撑的墙壁 这些大理石 是西南盘山所挖掘的大理石 这么大一块 估计价值不低于三百万以下 如此有气派的入口 陈松顿时就来了兴趣 紧接着闲听信步地 朝着前方走了过去 深深吸了口气 紧接着喊道 有人吗 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 后面的人都纷纷朝着这边走了过来 这些人大多数穿着一样的黑色衣服 目露凶光 看起来猙獰无比 似乎是看待敌人的目光 郑伯后看见这种场景 心中不免有点紧张起来 虽然现在是大白天的 但是如此有压迫感的包围 瞬间让他整个人都呆滞在原地 摇着头说道 这 这是怎么回事 陈松并没有慌张 而是朝着这些人问道 你们这里谁是负责人啊 听到陈松如此没有礼貌的话语 这些人纷纷都朝着前面再走了一步 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 陈松的眼神一下子就阴沉下来 深深吸了口气 接着再说道 各位 有话好好说 我只是进来跟你们的负责人问候两声的 是谁啊 这么大胆赶进来 我们白山组织 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 陈松的目光 一下子就说定在不远处的台阶上 只见一个秃头男 穿着黑色背心 就缓缓走了下来 看这样子 似乎一脸的皮样 跟那些流满地皮 没有任何的区别 然而 陈松还是双手恭敬的鞠个公 微微说道 你好 我是云海陈松子公司的董事长陈松 什么 松子公司 呵呵 小子 你搞错了吧 我们这里可不会跟你谈什么合作之类的 今天老子 我心情好就不跟你们计较了 滚吧 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 其中两个手下 就很识趣地走到陈松的面前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请你走吧 陈松当即就愣了一下 抬起眉毛就微微笑道 哼 我想您误会了 我来这里不是跟你谈合作的 只是想见识一下您这边的藏品 藏品 兔头男眯起双眼 上下打量着陈松 似乎从陈松的身上 感受到一股不可思议的感觉 他不禁深深吸了口气 旋即就朝着陈松这边微微说道 既然是如此的话 那我倒是很想跟你谈谈 听到这里 很多人都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出来 挠着头就问道 大哥这是怎么了 居然会邀请这小子 其实 刚刚陈松是说了暗语 所谓的藏品 就是珍藏多年的珍品 这就代表着 可以帮他将这些东西卖出去 而刚刚陈松在鞠躬的时候 手指竖起来 这种打招呼的方式 只有江湖人士才能看出来 陈松刚刚已经用右眼 读取过这男人的资料了 眼前这个秃头男叫陈琳 跟自己同一个姓氏 从小就在纵马中长大 而在长大后 也做过不少江湖之事 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有了属于自己的集团 现在人到中年才收手不做 不过身体上的江湖气息 依然很重 就是冲着这点 陈松刚刚竖起来的手指 就是江湖首饰的暗语 那就是江湖人士 见面招呼一点香 友朋自远方来 自然要热情款待 不过这一点香 也包含了一点不信任的意思 也就是 自己依然是有着防备的 想到这里 陈松下意识地抬起头 嘴角泛起一丝笑意 紧跟着说道 这位先生尊姓大名 我姓陈 单字一个灵 听到这里 陈松故意一个惊讶的眼神 嘴角迅速笑容 这也太巧了吧 我也姓陈 哦 是吗 那在下是 我叫陈松 这两位是我的手下 克里莎和郑伯后 陈林似乎并没有在意 跟在陈松身后的这两个人 而是下意识地抬起眉毛 跟着微微说道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就请你们进来坐下吧 随着这道声音落下 后面的几个人 都纷纷让开了一条路 看起来这些手下 似乎对他非常的尊敬 陈松想到这里 眉毛紧促起来 似乎感觉到有些不对劲 怎么了 郑伯后走过来问道 但是陈松只是短短回答了一句 这种情况 我看来应该是有些静错地方了 我靠 你现在才说 刚刚拉住那你的时候 怎么也拉不住啊 陈松无奈地摇了摇头 旋即说道 没事 既然如此 那不如打折随棍上 看看对方会不会真的跟我们交谈 没等陈松走进去的时候 突然陈林就故作停顿 旋即转身对着陈松说道 陈松小兄弟 你来这里 就是为了帮我看藏品的 没错 小弟我长远来 就是为了见识一下 九龙城的一些真正的藏品 先说明一下 在下对健保方面略知一二 听闻九龙城的白山组织这边 有很多好东西 所以就过来这里看看 看看 就看看而已 陈松有点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老着头就问道 那当家的意思是 哼 实不相瞒 我的这些藏品 大多数都是 从一些富人的家中得到的 他们很多都认为 这些是价值连城的宝物 所以 在给我的时候 甚至还有念念不舍 只可惜 我实在愚钝 不能这样就说了算 哦 你的意思是 这些价值连城的宝物 你无法分辨出真假 的确如此 你看我的这些手下 全部都是五大三粗的家伙 刚刚说完 身后就来了一个手下 眼神低沉下来 拱手说道 大当家 小姐又在发脾气了 已经把好几个手下都给打伤了 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 陈松的眼神 一下子就阴沉下来 没想到 这里还有个女人 只见陈琳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 说道 既然她发脾气的话 那就让她发泄吧 让弟兄们做好防护就行了 不要做其他多余的事情 啊 这样的话 恐怕有点难办 什么难办的 不就是被她打两下吗 会死人吗 听到这里 陈松他们的互相对视着 面面相去 不敢出声 而在后面的两人 眼神低沉下来 跟着微微说道 怎么办 小姐发起脾气的话 可是闹出人命的 克里莎这时凑过陈松的耳畔 微微说道 师父 我看这里好像不是很好待下去啊 先等一下吧 又不是打你 慌什么 处理这边的事情后 陈琳就走过去 走到陈松他们的面前 苦笑一声 说道 抱歉 我那个不成器的妹妹 整天都在发脾气 我处理好了 几位里面请 陈松深深吸了口气 带着颗丽莎和郑伯后两人 朝着里面走了进去 陈琳的办公室 非常有王霸之气 禁门就是一副老虎下山挂画 而在座位上也采取了用虎皮来制作 看起来整个办公室都非常霸气 来来 陈松小老爹 这里坐下来吧 陈松也不跟你他客气 缓缓坐下来 而郑伯后和柯丽莎就在旁边站着 眼神显得有几分淡然 陈松首先就开声说道 大当家 你是白山组织的头领 平日应该有很多海港口的摊贩 给你供应一些好处对吧 随着这道声音落下 陈琳下意识笑了一声 摇了摇头说道 哈哈 那是当然了 他们都是 我的手下 我们这边是专门做这种生意的 你应该也很清楚才对 听到这里 深深吸了口气 双手交织胸前 颇有气场地说道 的确 我们做这方面的工作 其实步骤还有许多 尤其是在胆识上 一定要过于常人之勇 陈琳再次打量着陈松 摇着头说道 看你也不想 是懂这方面的专家吧 年纪也太小了 哈哈 大当家 你认为年龄有对这些事情有影响吗 当然有了 年龄就代表着阅历 没有一定阅历 很多人都不敢轻易去做 的确是如此 很多人本以为自己的阅历 很广所以就做了这份工作 殊不知这份工作 是冒着巨大的风险的 稍微走错了一步 那很有可能影响后半辈子了 随着这道声音落下 陈松的眼神 一下子就低沉下来 旋即便说道 我这边对这方面比较自信 所有没有任何的讲究 随着这道声音落下 后面陈琳就眯起双眼 双手交织胸前 微微说道 那我担心 你搞不定我的这些藏品啊 陈松愣了一下 紧接着抬起眉毛 就说道 如果大当家觉得我搞不定的话 那我可要证明给你看了 是吗 好啊 来人 给我上古装 刚刚说完 陈松的眼神 一下子就呆滞下来 跟着微微说道 大当家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想考验一下你罢了 刚刚说完 两个手下就扛着一个老古钟 走了过来 这个古钟上面 还有着左右摇摆的钟头 看起来年代非常古老 看到这里 陈松眯起双眼 有些意味深长地问道 大当家想测试一下我的眼力吗 当然了 如果不测试一下 我还真不放心交给你来做 这个古钟 是我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 我已经找了鉴定大师验过了 现在就请你来做分析 陈松随便扫了一眼 下意识地笑道 这就是你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古钟 没错 你这边不会是连分析都不会吧 陈林有些轻蔑地看着陈松 似乎骨子里面就透露出对陈松的不屑 只不过 陈松却立即笑了一声 抬起眉毛说道 大当家既然都这么说了 那我也应该帮大当家好好看看 说完 陈松随便看了看 立即笑道 大当家 你说这是你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 没错 这是我从太爷爷的手中就有的古钟 估计还是在民国时期 很有历史价值 听到这里 陈松不禁大笑起来 摇着头就说道 真是够搞笑的 哦 陈老弟 你这是什么意思 陈松摇着头 轻声笑道 我不是说别的 也没有要故意针对谁的意思 随后 陈松就走到这个古钟的前面 用手轻轻触碰了一下 上面甚至还有一层灰尘 这做工也不好啊 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 这边的郑伯后和颗粒沙 也有些不禁紧张起来 毕竟陈松这么说的话 很有可能会引来不少人的疑惑 尤其是在陈林的面前 从未有人感受过这古钟的问题 然而 现在陈松却直接将其说了出来 甚至还是当着陈林的面前说道 陈林顿时就眉毛紧促起来 双手交织胸前 微微抬起头来 跟着说道 既然你这么说 那就代表着 你不认可这古钟了 陈松很迅速地点了点头 没错 这个古钟 我是真的不认可 随着这道声音落下 后面的这些手下 纷纷都都陈松有了意见 一个个将陈松围起来 陈松下意识地呼了口气 抬起眉毛继续说道 各位不要误会 我丝毫没有贬低大当家的意思 我只是 说你们拿这个假品给我看 是不是多少有点瞧不起人啊 听到陈松的话语 后面的陈林 有些惊愕地问道 你说什么 这 这些是假品 很假 这些灰尘是后期人工加上去的 我还没想过 作为如此稀有的物品 怎么可能不将其擦干净呢 不要以为 古物就一定是布满灰尘的那种 陈林顿时就紧张起来 快步走了过去 用手轻轻擦了擦这些灰尘 仔细一看 的确是有猫腻 这个 好像不是我的那个古钟 陈松继续轻笑道 大当家 你这个古钟 好像是仿工制作的对吧 这做工手里也太差了 一眼就能看出来 听到这句话 此时不少人都纷纷紧张起来 眼神都阴沉下来 面面相去 看见这种状况 此时的陈林越看越不对劲 紧接着抬起眉毛就说道 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我的古钟又去什么地方了 说完 他就将目光落在其中一个手下的身上 只见这个手下满脸的恐慌 立即拱手对着陈林说道 大当家 我错了 这件事情 你不要怪小姐 都是我的错 盈盈 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是这样的 盈盈小姐 她不小心将这古钟给弄坏了 我们这伙人 就合计找了一个仿工匠 做了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古钟 想着 你不会拿出来再看了 没想到 听到这里 陈林当即就怒了 站起来 喊道 真是没想到 居然是这丫头 大当家不要生气 这些事情还不是小姐的错 请你 别废话了 谁参与的 自己回去剁掉一根手指头 听到这番话 几乎所有人的眼神都呆滞下来 跟着微微说道 大当家 你不可以这样做呀 哦 那你意思是说 我应该要去惩罚我的妹妹吗 所有人都不敢出声 眼神一个个都低沉下来 根本不敢说话 这件事情是谁的主意 很快 所有人都将目光落在 其中一个长相白俊的男子 他的眼神有些紧张 但是还是缓缓走出来 彬彬有礼的拱手说道 大当家 是在下跟小姐出的主意 是你 那就别怪我无情了 来人把他给砍了 下次再有这种形象 也能当个杀鸡警猴的作用 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 很多人都纷纷不敢动手 似乎在恐惧着什么疑言 嗯 怎么了 想着造反吗 我的话 都不管用了对吧 不是 大当家 我们还不能这么做 哦 为什么 你给我说个原因 听到这里 陈松下意识地问道 大当家 其实你这样做 倒是没有这个必要 诶 陈老爹 你就别说话了 这些是我们白山组织的规矩 你一个外人 你就不要插手了 说完 突然外面传来一道声音 只见一个穿着风衣的女子 走了进来 看起来有几分怒意 浑身散发出一股冷艳的气息 就像是不识人间烟火的女子 看着就让人难以靠近 音音啊 你怎么过来了 哥 你想对俊凯做什么 随着这娇声落下 此时的陈林 下意识地知道一些什么 抬起眉毛 就问道 你刚刚说什么 你是想庇护这小子吗 对啊 俊凯帮我出主意 只是我的做的而已 你有什么事就冲我来 为难俊凯和各位弟兄干嘛 你个臭丫头 竟然还敢用这种语气 跟你大哥我说话 真是倒反天罡了 说吧 陈林就立即站起来 看起来身体上透露出一股强烈的气场 刹那间 仿佛有股压力在场上生成 可感受到这股压力后 陈松下意识地抬起眉毛 看着克丽莎和郑伯后 都不敢出手 也只能默不作声 看着情况再说 刚刚说完 这个叫音音的女子 就上前一步 抬起头一脸嚣张的样子 对着陈林说道 你想干嘛 陈林一直是做自己的妹妹为珍宝 自然不会对她做任何过分的事情 但是她却有个疑问 丫头 你不是喜欢了这小子吧 听到这里 这个音音也没有否认 默默地撇开头 似乎已经默认了 好 好你个臭小子 竟然对我妹妹下手 看我今天不把你给废了 话音刚落 音音一个箭步上前 双手交差 锁死了陈林的双臂 嗯 这女人好厉害啊 郑伯后问道 陈松也微微点了点头 刚刚的速度和招式 都基本上是练过的 练过的 没错 而且还是从小练得 骨骼柔软的程度 已经到了极限 这种柔术 估计要在小时候 就经常训练才行 因为长大后 这骨头可不好弄这些柔术 刚刚说完 陈林就有些不解 眯起双眼 说道 丫头 放开我 我要把这小子给宰了 你宰了他 不如先把我给宰了 陈音音秀没紧促地说道 旁边的俊凯 已经是紧张到不行了 只不过他还是走过来 跪在陈林的面前 说道 大当家 我对小姐是忠心耿耿 绝对不会有一心 你只不过是一个 流浪街头的小混混 没身份没地位 想跟我妹好 这件事情不可能 陈林虽然的 极力否定这个俊凯 但是奈何自己的妹妹喜欢 瞬间让他 整个人都呆滞下来 只见着陈音音 迅速从桌面上 抄起一把剪刀 直逼自己的喉咙 威胁着陈林 哥 你若是不同意 那我就死给你看 等等 你不要乱来 陈林当即就慌张了 立即好声好气起来 有什么事情 把剪刀放下来 我们好好说好吧 然而 这个陈音音似乎抓住了陈林的弱点 立即说道 我不管 反正你不同意 那我们就没得商量 陈松扫眼一看 瞬间就看出来 这个陈音音 只不过是说说而已 根本没有这个想法自杀的 而后面的俊凯 倒是很了解陈音音 没有阻挡 而是抬起头就说道 大当家 我真的是忠心耿耿 那你就成全我们吧 你 陈林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 无奈地抬起手 说道 哎 算了算了 不要说了 听到这里 陈音音立即将剪刀放下来 走到俊凯身边 说道 太好了 我哥终于承认了 好了好了 这件事情以后再说 现在我这边有客人 你们先出去吧 等等 正当这个时候 陈音音突然说道 刚刚是谁把这古钟拿出来的 怎么了 是你哥我 不是 我是想问 是谁这么嘴贱 把这古钟说出来看的 陈松也不想不承认 缓缓走过去 礼貌地拱手说道 陈小姐 是我 在下陈松 听到陈松的话语 此时的陈音音当即就走过去 气息冷淡 抬手就要朝着陈松的脸扇过来 等等 陈灵看见这 立即冲过去 用手挡住 眼神当即就要凝重起来 问道 你想干嘛 还用说吗 就是这小子 把这些事情都弄出来 搞得现在大家都如此难看 说完 陈灵的眸光落下 转身看着陈松 深深吸了口气 说道 陈老弟 真是抱歉 我这边教育不好 请你不要见怪 哥 这家伙是谁啊 怎么你对他如此客气 因为刚刚陈松展示出来 自己独特眼光 瞬间让陈灵 都感觉到敬佩十足 随后 陈松就对着这陈音音说道 陈小姐 我这边也只不过是实话实说 绝对没有要冒犯你的意思 我不管你有意无意 反正现在 你已经彻底影响我的心情了 陈松深深吸了口气 也没有示弱 但依然拱手说道 如果是这样能的话 我也只能跟您道歉了 道歉 呵呵 好啊 你打算怎么道歉 陈灵立即眉毛紧促 对着陈音音说道 别没有礼貌 礼貌 对于这种人 需要礼貌吗 哥 你这小子到底是什么人啊 你别说话就行了 随着这道声音落下 陈松下意识地抬起头 跟着微微说道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陈小姐需要我做些什么 好 算你小子有胆识 你影响了我的心情 那我就要跟你赌一手 赌 陈松有些好奇 他到底是想玩什么 音音 你要干嘛 哥 放心吧 我就跟他玩一玩 刚好你手下的那些人 都不敢跟我玩 现在我就要他来陪我玩 说完 陈音音就转身离开 去准备 而陈琳眉毛紧促起来 对着陈松说道 真是抱歉 我这妹妹从小就任性惯了 老是做一些不靠谱的事情 陈松倾笑道 大当家 如果你觉得我可以的话 可以帮你交易一波你妹妹 这个 倒不必 我知道陈老弟 你并非是持中之物 只不过我妹妹 我自己会管教好 您就不要费心 只要你不要受到影响就行了 然而 刚刚说完 突然陈音音就带着几个手下 就走了过来 来 我来给你比划一下 谁更加有胆量 陈琳靠近陈松的耳畔 低声细语说道 我妹妹从小被我带在江湖长大 所以 她身上的江湖气息 比我更加浓重 她最喜欢的 就是比自己更加有胆量的人 所以想要获得她的原谅 肯定要做这些事情的 陈松倾笑一声 没想到眼前这女子 竟然会如此淡然 眼神一下子就低沉下来 好 我就看看陈小姐 到底是想跟我玩什么 陈音音走到前面 眼神冷漠 旋即就摆了摆手 几个人就将台面上的 一些东西收拾掉 然后摆放好十个杯子 这里有十个杯子 这里面都盛满了酒 但是有一杯酒 是放了谢药的 听到这里 不少人都感到有些好玩起来 下意识地笑了声 而陈松这边也是笑了声 这有什么好玩的 好啊 我们就来玩玩嘛 刚好有个人陪我玩这个 说完 陈音音就转身对着陈琳说道 为了公平起见 哥 你来将这些酒杯弄乱 丫头 我看还是算了吧 陈老弟怎么说也是客人 你这样做不好吧 什么不好的 大家玩一玩 增进一下感情吗 陈松很清楚 这个女人就是想报复自己 但是她也没有轻易被安排 瞬间就抬起手臂说道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想问下 如果我赢了的话 岂不是让你难堪了 不会 我愿赌服输 不就是谢药吗 我最近便秘 喝点也没事 好 既然是谢药的话 那就当玩个惩罚游戏吧 陈老弟 你出来乍到 我们这边给你开放一个专属厕所 陈松无奈地叹了口气 说道 大当家 不要认为我输定了吗 说完 陈松和陈音音同时转身 而陈琳就随便弄了一下 紧接着转身 对着陈松和陈音音说道 好了 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 陈松和陈音音两个人就转过身 只见陈音音嘴角泛起笑意 双手交织胸前 紧接着说道 怎样 你先选 还是我选 陈松轻笑了一声 客随主辩 你喜欢 那好 我先来吧 说完 陈音音缓缓走到陈松的面前 音音秋水的眸子凝视着陈松 这让陈松有些不解 眯起双眼 轻声说道 陈小姐 酒 在那边 陈音音当然知道 她主动靠近陈松的耳畔 嚼声说道 我告诉你个事情 下一秒陈音音说的话 瞬间让陈松的眼神大惊失色 我放的根本就不是泄药 而是致命的毒药 什么 陈音音泛起意味深长的笑容 她似乎很喜欢这种玩命的感觉 享受在其中 说完 她就笑着端起一杯酒 就直接灌下喉咙 丝毫没有任何的考虑 陈松被她这种做法给惊呆了 整个人都呆着在原地 不可思议地摇着头 说道 这个 这丫头也太大胆了 这可不是泄药 这可是毒药 难道她真的不怕死吗 不过 陈松倒是没有惊慌 毕竟自己的右眼可以看出来 只是她不敢相信 这个陈音音竟然真的会用毒药 把自己的性命给堵了 陈松深深吸了口气 右眼扫过这些酒杯 下意识地抬起眉毛 说道 难道说 果然 陈松一眼就看出来 其中有一杯酒 是被发了东西的 估计这丫头 不会把生命当作开玩笑 一定不是毒药 然而 当陈松是这么认为的时候 右眼却突然弹出来一个信息 七步断肠 毒性极强的毒药 若是服用的话 根本就没有任何抢救的机会 五分钟内必死无疑 陈松惊呆了 没想到这陈音音 竟然如此凶狠 竟然真的用毒药 而且这件事情 她的哥哥根本不知道 所以 刚刚再分酒的时候 也是随便弄两下 毕竟陈林认为 这不过是泄药 没有任何大不了的 殊不知 这是断人心肠的致命毒药 想到这 陈松咽了口气 目光紧紧盯着陈音音 怎样 如果你想认输的话 那就赶紧滚出这里 不要站在这里 碍着我视线 后面的郑伯后和克里莎 也认为是泄药 所以也说道 陈松 不要紧张嘛 大不了就辣一顿 陈松无奈地叹了口气 她倒是不会害怕自己会输 只是担心以后的事情 应该如何处理才好 她端起酒 直接一口饮尽 抬起眉毛说道 这酒不是很呛喉啊 看见陈松明知道 有毒药也要喝下去 瞬间就激发了 陈音音的兴奋感 她笑着说道 好啊 这么好运吗 轮到我了 说完 她起一碗就喝了下去 其实她喝的是什么 陈松都是一清二楚 这一杯 她也没有任何的事情 抬起眉毛就说道 这一杯会是怎样的呢 等了两分钟 陈音音依然没有事故 抬起秀眉就说道 好像没事啊 当然没事了 现在那毒酒还在桌上 陈松自然是一清二楚 很快 两人就喝到剩下两杯酒了 其中有一杯就是毒酒 轮到陈松做选择 这个时候 陈音音就走了过来 对着陈松说道 怎样 选不了吗 不如我帮你选择 陈松愣了下 其实她能够做这个选择 只不过下意识地说道 陈小姐有胆量 那就请你来吧 两人对峙的气场 瞬间卷席了全场 让人度感觉到这股寒意 怎么回事 随着这道声音落下 陈琳和其他的人 都纷纷感觉到不对劲 不就是喝个歇药吗 怎么搞得生死战场一样 其实这本来就是一场生死局 只不过知道的 就只有两个人 拿我就选这杯 陈音音直接选择了 右边这杯酒 这杯刚好是有毒药的 陈松立即抬起手 将这杯酒夺过来 说道 这杯不能喝 花音落下 这里的人都猛逼了 挠着头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啊 哎呀 不就是喝一杯歇药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拉得一天就没事了 不过 看他们的眼神 好像是判断生死一样 陈松深深吸了口气 紧接着说道 这一杯给我吧 陈音音有些惊讶 当即就放开手 笑道 好 这本来就是你来选择 但是这次 可是要选好了 没错 我就选这一杯 说完 陈音音就抄起桌面上 最后一杯酒 毫不犹豫一口闷下 所以都在等着反应 只不过陈音音却摊开手 一脸兴奋地笑道 哎呀 没事 你输了 啪啪啪 一顿掌声响起 但是陈琳却走了过来 说道 行了行了 赢了就赢了 你就不要难为 陈老弟了 说完 陈松却眼神都变了 他看着这杯毒酒 瞬间眼神就低沉下来 糟糕了 刚刚只顾着想着这女人 完全没有顾及自己 怎么 愿赌服说啊 这杯酒你不喝的话 那就只能认为 你没有这个胆量 后面的克力莎和郑伯后 当即就表示有点不屑 立即抬起头就说道 陈松 喝吧 不就是个歇药吗 咱们可不能说了眼脸啊 如果是歇药的话 陈松也不用考虑了 但是现在 这可是致命的毒药 没办法 难道就只能滚出去吗 为了自己的生命着想 陈松也只能被逼放弃了 但他看见 这陈音音的内心想法后 立即抄起这杯毒酒 咬紧牙齿说道 陈小姐 是不是我喝了这杯酒 你就不计较我的那些事情 没错 你敢喝的话 按照江湖规矩 我就原谅你 陈松深深吸了口气 看着这杯酒 依然还是有些心大心小 体内散发出一股气场 此时不少人都在场外 言语纷纷 这小子怎么回事啊 对啊 小姐都已经喝了 不过是连歇药都怕吧 这是胆小如鼠 这种人 我最看不起了 看见陈松还是在犹豫 陈音音就笑道 我看你 还是算了吧 然而 没等他反应过来 陈松二话不说 直接一口喝下喉咙 这个举动 瞬间让他都呆滞下来 他原本 陈松会直接举手喊头像的 没想到 陈松明知道是有毒 还要喝下去 你 陈松到了道酒杯 眯起双眼说道 看好了 我喝光了 陈音音很是震惊 指着陈松说道 疯子 你居然比我 还要疯狂 其实陈松并不是在自寻死路 而是他窥视道 这丫头是随身携带解药的 所以 自然不会闹出任何的人命 哎呀 丫头 你别说了 疯狂什么啊 陈林美好气地走过来 对着后面的手下说道 来来 不要愣着了 赶紧将陈老弟送去洗手间吧 这种蟹药很快见效的 不不 哥 这可不是蟹药 说完 陈林愣了下 眨了眨眼问道 那是什么 气不断肠 听到这里 几乎所有人都惊呆了 尤其是郑伯后和颗粒沙 两个人连忙冲过去 拍着陈松的身体 喊道 陈松 你没事吧 陈音音抬起头 给陈松竖起一个大拇指 很好 你比我有胆量 明知道这是一杯毒酒你还要喝 我实在是佩服 什么 师傅 你明知道是毒酒 你喝什么呀 颗粒沙急的 都快哭出来了 然而 下一秒 陈松整个身体就软了下来 发作了 陈音音冷笑了起来 有趣实在有趣啊 天底下还有人不要命 甚至还是比我更加疯狂 刚到我很讨厌你 但是现在 陈音音的声音突然转变 焦声道 现在对你有点兴趣了 陈松的身体毒药 开始发作起来 全身都在发抖着 看你这么难受的样子 我是不是要看着你死啊 混蛋 柯丽莎怒火中烧 朝着陈音音冲了过去 但是却被两个手下给拦住 此时的陈琳也是很是震惊 对着陈松说道 哇 陈老弟 你这小子可以啊 明知道是毒药 你还敢去 我也对你产生佩服了 陈松咬着牙齿 此时的毒性 似乎已经开始发作了 千军一发之际 陈音音从口袋中 掏出一枚黑色的丸子 迅速冲到陈松的身边 蹲下来 掐住陈松的喉咙 就将药丸塞入她的口中 陈松吃了解药后 气息也变得平缓起来 呼 陈松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说道 真是的 到头来 还是要你救吗 说完 陈松缓缓站起来 柯丽莎和郑伯后扶着她 师父 你没事吧 你放心 我这个解药 是专门准备的 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 陈松也缓缓说道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没办法了 我在这里 只能跟你说声抱歉了 你没必要道歉 反正现在 我对你也没有任何的亏欠 你敢把那杯毒药喝光了 就已经算我们扯平了 是吗 那真是谢谢你了 说完 陈松感觉这女人不好应付 转头对着陈琳说道 大当家 我看今天的事情可就算了 以后有机会我再过来 随后 郑伯后和柯丽莎 就扶着陈松 缓缓走了出去 看着他们的背影 陈音音的目光 有些闪闪发光 而后面的陈琳 就看见这种状况 立即走了过去 旋即说道 怎样了 你觉得这样玩很过瘾吗 慌什么 我随身携带着解药 你怕我还会死了不成 你这丫头 说完 他目光也落在陈松的背影上 双手胸前 深深吸了口气 说道 没想到这小子 也挺有胆识的嘛 对啊 明知道是毒药还要喝下去 这不是找死吗 不过 他倒是让我感到有些奇怪 哦 怎么奇怪 陈音音眯起双眼 说道 刚刚我首先是选了 有毒的那一杯酒 但是他好像 是看出来了一样 将那杯酒给抢了过去 哼 不可能 他如果是真的知道 何必要把这杯酒给自己呢 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陈音音摸了摸下巴 点了点头 的确是有这个道理 不过话说回来 这小子 如果是真的能加入我们的话 我想一定会很好玩 少来 这小子 这小子可不会加入我们 哦 为什么 那他们过来是干嘛的 健保 健保 这不就是生意吗 哥 你干脆让他们 加入我们白山组织算了 这样的话 比他那什么鬼剑宝 更加赚钱 陈音音对陈松 似乎越来越有意思了 甚至还主动 让陈琳拉拢陈松归来 这个 我迟点再说 这小子是从云海城过来的 我得对他的基本情况了解一下 要不然 这个人是做什么的 我都不知道 那倒是 陈音音眼珠子一转 说道 那要不要我来帮你试探一下 随着这道声音落下 陈琳抬起眉毛问道 你想要怎样试探 我自然有我的办法